如果中学历史的朋友应该都跟我差不多 知道18世纪由工业革命带动的启蒙时代 是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期 各种思想家含着理性至上 反对宗教神学 要自由要平等不拉不拉 但历史的真相和历史上的人物 大多并不那么黑白非明 大革命之前也是一个激荡且好玩的时代 今天起我就把时间拨回到大革命前的18世纪初 新开一个系列来说说那时候的人和事 明晰并体会历史的真相 历史在无数的偶然中走向的必然 故事要从一个叫弗朗索瓦阿鲁埃的青年说起 阿鲁埃出身于一个律师家庭 父亲想让他子成父业接着干律师 于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盯着他学法律和神学 但这玩意对孩子来说多无聊啊 阿鲁埃很快就产生了逆反心理 长大一点后就天天跟老爸吵架 偏偏父亲最严厉的时候赶上了孩子的叛逆期 而这种逆反心理从父亲身上 逐渐转移到了这两门学科上 于是他养成了讽刺神学和当时的法律的习惯 而这些东西都跟王权挂钩啊 最后连传统道德他也讨厌了 以至于他直接故意做出了违背道德的事情 就是在那个森严的封建时代 跟一个女孩私奔 但最终被发现给抓回来了 继续被摁着学法律 他的逆反某种程度上讲 也是父亲的压迫造就的 作为问题青年 长大后的阿鲁埃自然学无所成 所以他决定去大城市巴黎找工作 资历更生 1715年 21岁的阿鲁埃来到了法国巴黎 此时上一任国王路易十四 这年刚刚去世 强权消失 贪腐 割据 以及政治斗争 让巴黎处于一种人心惶惶的混乱之中 国家不幸 世家性 与法律和神学相反 阿鲁埃恰好喜欢的是写作 尤其喜欢写诗歌和散文 配合自己对社会神权 以及法律的讽刺 让他的作品在那个时期 看过的人都说好 为了增加作品的深度 阿鲁埃看了很多历史题材的书 逐渐成为了写历史政治题材 诗歌和戏剧的职业作家 此时的法国 正处于波旁王朝时期 君主的权势 在路易十四国王统治时期 达到极盛 路易十四 这位自称太阳王的国王 不仅推广了秋裤配高跟鞋的时尚潮流 还让王权临下于一切的专制思想 成为了欧洲君主们 竞相效仿的时髦理念 那句著名的名言 镇及国家 就是这种思想的最好表现 路易十四将全法国的大贵族 都聚集到自己的宫廷当中 跟他们一起天天跳舞享乐 这表面上看是一种放纵 但其本质 有点像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 参禁交代政策 把贵族们困在国王身边 这就提高了国王的权威 降低了贵族造反的概率 就是请你烫头 蹦迪造人质 因此路易十四得以安心开疆拓土 单挑整个欧洲 而没有一次过大的失败 而且 单从统计的胜率数据上来看 简直比拿破仑还厉害 最终法国成为了欧洲路上第一强国 然而 1715年 路易十四死了 那么 这个集圣的绝对军权 也就开始了圣机而衰的程序 他历年征战留下的恶果开始显现 首先 继位的路易十五才五岁 政务只能交给摄政王菲利普二十把持 而摄政王在法理上 玩不了先王那一套集权的手腕 其次 此时的法国欠下了巨额的债务 财政危机开始显现 这其实有点像同时期清朝的雍正 两边都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去世之后 给自己的继任者留下一个烂摊子 国库亏空 励志腐败 而继任者也都试图立行改革 消除避正 既要增加财政收入 还要降低百姓负担 结果二人也都遭到了文人和社会精英的恶意评论 乃至咒骂 只不过 菲利普二世写不出大义绝迷路 给自己辩解 因为诋毁雍正个人的实力 大多是假的谣言 而法国人骂菲利普二世的话 大多都是真的 菲利普二世生活放荡不羁 酗酒 乱搞女人 不仅花仙如流水 还有一大群宠臣天天围着他霸解 导致权力阶层排挤重量 小人当道 这自然激起了很大的名分 虽然他也确实试图对法国政治结构进行改革 但人们更多的还是记住了他恶劣的品性 摄政时代一词 成为了法国历史上特质放荡和堕落的专有名词 只可可以参考指环王里那个摄政王的形象 然而 相比路易十四时代严格的言论管控 菲利普二世摄政时期对言论的限制松了不少 因为之前背景的很多那种大尺度的书 菲利普自己也很喜欢看 所以他就不那么强调言论限制了 他自己甚至还下令重印了一些之前被禁的书籍 摄政王独特的癖好 阴差阳错在极权时代带来了一定的言论自由 于是广大的启蒙思想家和出版社 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时期 开始疯狂写作出版各种启蒙主义的著作和小册子 而此时阿鲁埃因为头脑机敏 语言能力优秀 已经小有名气了 他那怼天怼地的习惯 在这种环境下得到了极致的发扬 针对某些阶层阴阳怪气的段子 打优势等等 简直是张口就来 如果放到现在 阿鲁埃绝对会成为自媒体行业的龙头老大 粉丝得千万起步 人们看到阿鲁埃写的诗也觉得不错 开始纷纷效仿 就这么着 整个巴黎流传起来越来越多的讽刺段子 矛头大多指向菲利普二世的宫廷之中 阿鲁埃逐渐有了名气 不断冲塔的阿鲁埃 其实还是比较小心的 他一直避免触及王室真正的敏感点 比如合法性什么的 但他名气大了之后 很多别的段子手就把他当作挡箭牌 写的讽刺段子往往都冠以他的名字 所以一天 他居然朝着阿鲁来冲过来了 一期一期年 巴黎出现了两手指责 摄政王打算篡位自立的打游士 这触及了菲利普二世的底线 让他狂无不已 毕竟人家觉得 虽然我抽烟喝酒乱搞女人 但我是一个好摄政王呀 不久 摄政王菲利普在公园跟阿鲁埃先生见了面 对他说 阿鲁埃先生 我想我可以让你见到你前所未见的东西 阿鲁埃兴奋的问 是什么 巴士底玉的内部结构 于是从第二天起 阿鲁埃先生就观察了 11个月的巴士底玉的内部结构 这不是我编的段子 这段对话是有真实历史记录的 巴士底玉 任何一个历史课上没睡觉的同学都不会对这个地方陌生 他在18世纪主要是被作为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所以他后来也就成了邪恶王权的象征 不过在巴士底玉11个月的刑期中 阿鲁埃先生过得相当好 因为这家伙相当于那时候巴黎的明星艺人 所以他不仅可以看书还能跟别人打球 甚至很多政府官员还慕名而来到监狱里跟他吃饭聊天 最重要的是他可以继续发挥自己在历史学上的才华不断写作 例如在狱中他写了史诗亨利亚德 说的是波胖王朝的开国皇帝亨利四世的故事 也就是当今那个小国王路易十五的祖宗 亨利四世是法国历史上有名的仁慈国王 人称好人亨利 他结束了法国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漫长的内战 签署了著名的南特赤令 停止了对新教徒的迫害 是一个秉持着现代宗教宽容精神的国王 因此这部作品在王室看来 可能就有了一种瞧你祖上干的多好 你也应该学着点的诡异感觉 他还写了另一部更有名的戏剧 《俄迪普斯王》 他可能比不过古希拉那部同名的悲剧 但也是一部足以载入文学史册的作品 而且正是他让阿罗埃刚刚出狱后就名声大振 还很赚了一笔 复兴期间阿罗埃还想通了一件事 那就是得起一些个笔名保护自己 这样万一被抓了 说不定还能狡辩一句 抓某某某跟我阿罗埃有什么关系 阿罗埃给自己起了好几个笔名 其中一个最为著名 在电影《哈里波特与密室》中 汤姆里德尔的灵魂碎片 用魔杖在空中写下自己的名字 然后一挥手 字母重组成了《我是伏地魔》的英文拼写 这一幕可以说是电影的点睛之笔 既有揭示悬念的震撼 又富有文字游戏的趣味 不过现在看来 伏地魔可能只是抄袭了阿罗埃先生的点子 因为早在几百年前阿罗埃就用同样的方法 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 在拉丁语中 把年轻的阿罗埃的缩写进行重组 就会变成这个名字 它既可以指代神话中的一种飞翔的生物 也可以表达一种对自由的向往 而这样一个文艺名字的中文英译 叫做福尔泰 福尔泰这个名字 大家至少都有印象吧 它有很多名人名言 比如那句神圣罗马帝国的著名叛词 既不神圣 也不罗马 更非帝国 就是他说的 福尔泰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 是以一位思想家的身份出现的 大家都知道 他是启蒙时代的领军人物之一 然而 问他到底有什么系统性的思想 到底对启蒙运动做出了哪些具体的贡献 这个恐怕大多数人都说不出来 最近 看了一些福尔泰的相关资料后 我觉得他其实更像是因为法兰西鲁迅 他所做的事情 就是用笔杆子唤醒人民 让人们摆脱封建愚昧的思想状态 而他的哲学思想 其实更像是副产品 是在文学创作中逐渐形成的 在启蒙时代 福尔泰最光鲜闪亮的思想 就是对宗教教条的强力反叛 从小到大 他从怼父亲 怼教育 怼掌权者 再到怼教皇 最后开始怼整个基督教 这些行为最后形成了思想的升华 最终让他相信科学足以支撑人类的社会 人类不需要借助宗教信仰 直接凭借理性 就可以很好地认识这个世界 福尔泰所秉持的宗教观 叫做自然神论 自然神论的基本观点认为 宇宙确实可能是被一位伟大的造物主 精密设计出来的 是他赋予了这个世界内在的运行规律 但这个造物主创作完世界之后 就不再干预世界的运行了 更不会平凡创造各种神迹 来刷自身的存在感 福尔泰十分厌恶基督教 圣经中描绘的上帝形象 认为他既虚伪又邪恶 在1767年给费特利大帝的一封信中 福尔泰说 基督教无疑是感染这个世界的 最荒谬 最可笑 最血腥的宗教 根除这种臭名昭著的迷信 将是为全世界做出的永恒贡献 福尔泰也十分讨厌 天天念着圣经喊着要搞圣战的狂战士 凭借他们时 福尔泰说 圣经狂热分子的一大特征 是他们会不断地跟自己说 因为上帝杀了人 所以我也必须杀人 因为亚伯拉罕撒谎 雅各布欺骗 拉吉偷窃 所以我也必须撒谎 欺骗 偷窃 但是可怜的人 你不是拉吉 雅各布 或者亚伯拉罕 更不是上帝 你只是个疯子而已 可以想见 看了福尔泰的这种观点 天主教会会有什么反应 因此1718年 福尔泰出狱后 虽然凭借着创作的戏剧和史诗名利双收 但他也处于一种 不断被赞美和围攻的动荡生活之中 当时有人把他看作 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 但也有人认为 他是法国历史上思想最堕落的恶棍 1725年的一天 福尔泰得罪了一个贵族 起因是后者趾高气昂的态度 让福尔泰十分不满 两人差点打起来 不服气的贵族最后诬告福尔泰 让他再次被抓进了巴士地狱 二进攻的福尔泰意识到 自己在法国可能暂时混不下去了 为了防止被自己的敌人暗杀 他最好赶紧出国 而海峡对岸的英国 就是一个理想的目的地 福尔泰早就听说英国是一个奉行自由的国家 对他充满了兴趣 因此他成功说服了当局 把对他的探觉改为流放英国 1726年5月 福尔泰坐着船兴满意足地 被流放到了伯雷甸的土地 当时的欧洲大陆和英国 处于一种奇怪的对立之中 哲学上英国流行经验主义 而大陆开始流行理性主义 数学上 牛顿和莱布尼茨分别创立的维基分 用起来功能相同 但符号表示完全不一样 两面都坚持用自己的符号系统 而排斥对方的 在物理上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已经在英国被奉为天条 而在大陆还流行着 笛卡尔的漩涡理论 也就是宇宙中的东西 处于一个大漩涡理 不断往下落 这种对立 其实从根本上 来自于两方政治制度的对立 英国经过17世纪的内战和光荣革命 已经成为了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 国王已经靠边站了 政治舞台被新兴贵族和资本家把控 而此时的欧洲大陆 却还沿着专制主义君主制的道路 高歌猛进 王权正在迈向巅峰 显然欧洲的君主 不会希望自己变成英国王室 那种失去权力的吉祥物 因此就必须排斥来自英国的一切思想 实现了君主立宪制的英国 给了富尔泰极大的震撼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 英国社会变得更加世俗化 宗教虽仍然无孔不入 但已经渐渐失去了对人民的控制力 富尔泰对此评价道 在法国 我被指责宗教信仰太少 在英国被指责宗教信仰太多 在阅读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后 富尔泰立刻成了牛爵业的脑残粉 他把牛顿称为圣人 并非常惊讶 于欧洲大陆竟然没几个人知晓牛顿的理论 之后 富尔泰一直积极地宣扬牛顿的物理定律 尤其是力学三定律 万有引力定律 和光的威力说 这让牛顿物理学的思想 成了启蒙运动的基石之一 在英国待的两年 让富尔泰对法国的专制政治更加厌恶了 他开始有目的地劫持有名望的人 为自己以后能够尽情发声而储备人脉 逐渐的 凭借好人员和旺盛的经历 让自己的交友圈急速扩大 比如格列佛游记的作者 斯维福特 哲学家匈默等等 都成了富尔泰的熟人 他的很多观念 也都是在英国时期 与这些人的往来书信中表达出来的 这些书信 后来被编成了 富尔泰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作品 在英国自由的生活让富尔泰迷恋 但也让他意识到 自己必须向自己的同胞 介绍英国的建文 推动法国的启蒙思想 因此他最终毅然回到了欧洲大陆 启蒙运动不仅放松了人的思想 也放松了人的裤带 被压抑了上千年的人的本能欲望 在18世纪开始疯狂表露出来 巴黎的娼妓也发展到了 一千多年来的顶峰 几乎每个贵族 或者稍微出点名的人 都有过情人 在这点上 富尔泰也不例外 1733年 回到国内的富尔泰 遇到了女数学家 贵族的夫人夏特莱 此时的夏特莱 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但两人还是迅速谈起了恋爱 富尔泰自己本来就很有限 但她还是搬到了 夏特莱夫人的家里住 住着人家的房子 花着人家的钱 还当着人丈夫的面 跟夏特莱夫人交流感情 而且她的丈夫 居然还容忍了这种牛头人行为 甚至有时三个人 还一起讨论哲学问题 不得不说 启蒙时代的思想 已经开始在人群中起作用了 新的思想 当然会最先作用 在人的最底层欲望上 两人在发现欲望之余 也沉迷于做各种科学实验 天天窝在夏特莱夫人的 别墅里玩火 玩化学吃剂 甚至后来给法国科学院 都写了好几篇论文 据说富尔泰还差一点 发现了氧气的存在 只是她做实验 经常是为了给她的文章找论据 实验有主观倾向性 所以她不会太注意 非常偶然发生的现象 这让她错过了 在科学史上留名的机会 当然 富尔泰自己的老本行 一直都在 坚持比更不错的 跟封建愚昧作斗争 不过有了之前的经验 富尔泰已经变得很圆滑了 不再会指着鼻子骂当局了 而是经常用幽默讽色的说法 来暗暗表示自己的想法 圆滑起来的富尔泰 就更厉害了 先后与普鲁士的费特列大帝 俄国女皇叶卡加琳娜 都有过教训 也获得了他们赋予的 无上赞许和荣耀 她也借助自己 笔头展现的人格魅力 和超强的人脉关系 四处做生意 最后变成了超级大富翁 值得一提 做生意的过程中 也改变了她对犹太人的看法 在亨利亚德等之前的作品里 富尔泰对犹太人 被迫害的遭遇深表通情 认为他们朴素而勤奋 然而 在富尔泰接触了一些 犹太金融家之后 她立马变成了一个 强烈的反游主义者 在论风俗中 富尔泰说 古希伯来是一个可爱的国家 它拥有土匪般的人民 凶暴又可恶 其法律是野蛮的法律 其历史 是一部罪恶战胜人性的历史 不过最后 富尔泰承认了自己的局限性 在1760年 他说自己确实是把少数人的罪恶 归因于整个民族了 承诺删除一些侮辱犹太人的文字 但后来他也没删 也许是上了年纪 记忆里不好使了 眼看着富尔泰的人生 就要在成功中结束了 可是他生命中最激烈的部分 却在他晚年即将到来 1760年 年轻古希的富尔泰 在日内瓦湖边 过着自在的日子 突然有一天 他收到了一封信 当他打开信封时 我恨你三个字 闪现在他眼前 刚开始 他还以为是哪位 因为自己欠下了情债 由爱深恨的小姑娘 毕竟这事经常发生 但他揉了揉眼睛后 才发现是男的 信的署名 是一个他熟悉 但又不那么喜欢的人 让雅克卢梭 富尔泰与卢梭的较量 即将把启蒙时代的思想碰撞 推向高潮 也将间接促成美国的出现 由欧洲翻天覆地的革命 篇幅所限 大家稍事休息 下期继续 慢骂和争吱几乎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从未停止 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 这是互联网带来的弊端 但有效的争吵 也是不同思想激烈交流的重要方式 本期视频的主要故事 就是一次18世纪 在全民中不断发酵的 谩骂与争吵 这次争吵一点也不客气 人身攻击讽刺如骂 阴阳怪气应有尽有 但就是这次争吵 炒没了旧的法国 炒出了新的美国 开启了欧洲封建制度的总崩溃 接下来我们就回到18世纪 一起来吃瓜吧 上期讲了福尔泰 故事的最后 他收到了一封信 写信的人刻意把 我恨你三个字写到了最大 这封信的作者 是让雅克·卢梭没有笔名 而他的恨还是由爱产生的 因为卢梭曾经是福尔泰的脑残粉 1760年 启蒙思想界还是福尔泰的天下 卢梭还只是个 名不见经传的作家 卢梭比福尔泰小18岁 他年轻的时候比福尔泰惨得多 刚出生不到半个月 母亲就去世了 十岁的时候 他父亲又惹怒了当地的大地主 于是抛弃了年幼的卢梭 自己逃走了 失去双薰的卢梭 只能通过给别人当仆人 秘书和家教为生 为了逃避生活的不如意 卢梭开始疯狂读书 那个时候读书不能改变命运 他是为了逃避现实 但他还是收获了一些思想和文采 不过很快 他就开始做真正能改变命运的事情了 16岁的时候 已经小有才华的卢梭 认识了华伦夫人 华伦夫人是一个有文化的贵妇 家财万贯 汇金如土 29岁的他 十分喜欢16岁的小鲜肉卢梭 于是认了他当个儿子 然后又十分自然地 把他变成了情人 身为儿子与情人的卢梭 天天沉浸在华伦夫人的爱护之下 在他家的大图书馆里遨游 过起了被包养的日子 如果是一般人 这辈子可能就沉醉在这种生活里了 但卢梭的自尊心很敏感 并不因为被包养了 就对华伦夫人低眉顺眼 经常和他半嘴吵架 在富婆眼里 他这就是不知好歹 逐渐的关系变差 而且卢梭心气很高 渴望独立 所以最终 他还是决定带着很多华伦夫人的钱 自力更生 和当年富尔泰一样 去了巴黎 事实证明 巴黎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但凡选择到这里自力更生的 基本上一辈子都不会安稳了 卢梭从来到巴黎的那一刻起 就走上了一条天沛流离的道路 在后半生里 他不断结交新朋友 又不断跟朋友反目成仇 吵架骂街 前一秒 身边的人还能围着他唱赞歌 下一秒 这群人就变成了敌人 对他大肆围攻 这种变幻莫测的生活 让卢梭只能四处逃跑 唯一不变的 只有他穷的叮当响的财政状况 华伦夫人的钱 他到巴黎几个月就糊糊光了 而他这一切问题的根源 都在于卢梭的坏脾气 相比富尔泰的幽默风趣 卢梭经常处于一种 忧郁怀疑和痛苦之中 虽然卢梭的画像 看起来很人畜无害 但他的内心既敏感又脆弱 总是觉得别人似乎怕我 似乎想害我 估计是因为童年顾乎闯社会的原因 他满足被迫害妄想症的一切特征 此外 卢梭的斯德 也被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不齿 举个例子 卢梭写过一本书叫《艾米尔》 这本书含有一个名字叫《论教育》 顾名思义 讲的是怎么教育小孩 在卢梭看来 人从出生开始 就处于一种不自由的状态 处于世俗文明的枷锁之中 孩子长大的过程 就是大人用类似要力争上游这种价值观 来给孩子的思想制造枷锁 因此 卢梭认为 好的教育是让孩子回归本性 回到大自然 让大自然去教育孩子 在自然的熏陶下 让他们学会爱自己 爱别人 而不用为名利所困 总结起来就是顺其自然 这思想听起来也不错啊 于是 卢梭亲身实践了这种观点 把自己的五个孩子 都扔进了孤儿院 拒绝抚养他们 让他们顺其自然 要知道 那个年代的孤儿院 跟现在可不一样 孩子们天天被虐待 关禁闭 做苦力 可以说是人间地狱 小孩进去了 基本上就没啥活路了 卢梭后来说 他这么做的理由 是因为自己很穷 没有钱供养那么大的家庭 如果把钱都来供养他们的话 自己就会饿死 那么 世界就会少了一个 伟大的思想家 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他甚至还一再强调自己 没有任何心理内疚 问心无愧 卢梭虽然是 启蒙时代的代表人物 但他却是反理性的 这是因为卢梭隐约的感觉到 当时流行的理性主义 有一些问题 那时的进步人士 普遍有一种倾向 就是认为理性是无所不能的 只有理性是值得人为依靠的 理性描绘出来的世界 才是世界的本来面貌 卢梭其实是不喜欢 理性主义的这种傲慢 但又没法做出 让人信服的反驳 因此他只能通过逃避 和反对理性来回避问题 真正把这个问题 摆出来讨论的 还得等到另一个 真正的牛人登场 以后讲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咱们再说 和同时代的很多文化人一样 卢梭的思想在初期追随福尔泰 一度以福尔泰的学生自居 为了宣扬福尔泰的思想 他在1755年 洋洋洒洒地写出了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并且在写完后 第一时间就寄给了福尔泰 在初里 他称赞了福尔泰 关于当下社会制度 就是在奴役人类的观点 这一切制造了巨大的不平等 那么这种不平等的根源 又是什么呢 卢梭认为是私有制 而私有制又源于人的理性 从人类用理智考量自身利益 进而用篱笆 给自己划分田地的那一刻起 人类就开始远离 自然状态的纯真 私有制开始大行其道 于是出现了贫富分化 和奴役压迫 这最终导致了 能拥有暴力机构的国家的产生 因此只有放弃理性 最大限度的限制私有制 才能让人类获得幸福 这么听 还真有点道家 决人弃义的味道了 但是我想 福尔泰看了这片东西 心里估计想说 就这和我的追随者呢 我讲的东西 这家伙一句都没听进去 罗梭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 他的这种思想 完全背离了老师福尔泰的思想 因为福尔泰是推崇理性的 而且认为君主的存在十分必要 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且福尔泰还是一个 儒家思想的狂热粉丝 他认为孔子是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圣人 因为孔子是用道德 而不是用宗教 用法律去教化人类 还觉得科举制度 是当今世界上 最牛的官员选拔制度 福尔泰欣赏儒家思想里的 对君主 对仁义秩序的尊从 完全不同于卢梭的顺其自然 好家伙 原来这俩是在欧洲的土地上 上演儒家和道家的PK来了 这两种思想的冲突 跟两人出身的政治立场 有很大关系 福尔泰颇有家资 擅长用自己的名望和作品 投资敛财 和叶卡尖琳娜这些君主 关系良好 他的经历 让他偏向大资产阶级的思想 也就是觉得 人民缺乏思想 不够理性 幼稚而盲从 不会独立自主 因为他反对把民主制度 作为国家 尤其是大国的政治制度 而他最显著的进步性 只体现在对非理性的 阻碍财富流通的 宗教神学的攻击 而卢梭正好相反 他一辈子都挺穷的 一直寄人篱下 干的都是仆人 杀钱却又想过布尔乔亚的生活 因而慢慢产生了一种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他认为 果实人人有份 土地不专属于任何人 后来的社会契约论的批判矛头 就直指君主制度 两人境遇和思想的巨大差别 让他们之间的宏沟越来越大 其实啊 仔细想来 福尔泰要理性 还要保障私有制 那么必然需要秩序 需要权威 进而需要君主 那就无法实现平等和自由 而卢梭 从平等和自由出发 就会发现 理性与私有制 是人类公平的最大障碍 因为有了私有制 那么人与人拥有的物质财富 就会有差异 进而导致贫富分化 这就是不平等 他俩的矛盾 可以说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与自由平等的天然矛盾 所以 在收到卢梭写的书之后 福尔泰的回复是这样的 我收到您那本反人类的新书了 十分感谢 没人能像您这样 智慧的想让我们再次回到畜生的状态 读了您的新书 我都想用四条腿爬行了 这是由于福尔泰认为 卢梭所谓的平等社会 是那种无政府的原始人社会 这还让卢梭大受打击 把自己关在屋里待了好长时间 实际上 在1750年 福尔泰就评价过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 说这是一篇小学生写的命题作文 因为卢梭在文章里提出 艺术和科学会摧毁人类的道德 福尔泰感觉这就像神学院的小学生 在神父的命令下写的东西 因为现代艺术和科学精神 真是教会在打压的东西 而当时 卢梭认为这顾低是自己 没表达清楚观点 让福尔泰误解了 于是他再接再厉 然后就被骂得更狠 卢梭写的言情小说 心爱洛伊斯被福尔泰讽刺到 这本书前半段是在妓院里写的 后半段是在疯人院里写的 这种强度的攻击和谩骂 敏感脆弱的卢梭根本受不了 因此 卢梭最终由爱生恨 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按理说 这两人这么不待见对方 相互躲远点不就好了 也不见心不烦吗 但两人偏偏还都得混 百科全书派这个圈子 想不看见对方写的东西 几乎不可能 所谓百科全书派 是启蒙时代的一群文人 他们共同给一个定期发表的 叫做百科全书的系列丛书共稿 书里会写各种词条 有自然科学的 有哲学的 也有文化艺术的 这听起来有点像 编百度百科的感觉 但不同的是 这些作者们 在对一些新潮的知识 做一些科普的同时 也会在词条后面 塞进去自己的私货 大多会对封建专制 一通火力输出 然后结尾再输出一波情绪 当时的欧洲人就喜欢看这个 所以与其说是百度百科 这个丛书 其实更像是公众号 一群社会上的知识分子 都在给这个公众号 写自己擅长领域的文案 逐渐的 有文化的人 会在咖啡馆里 端着最新出版的百科全书 在那里给大家念词条 然后据此针对时事 发表自己的看法 因此 百科全书每一卷 基本上都是畅销书 非常不幸的是 福尔泰和卢梭 都是百科全书的撰稿人 这两人也就不可能忽略对方 这就像你讨厌一个人 可以在微信里把他拉黑 可这个人 跟你一块给一个公众号撰稿 而你俩的大部分收入 就指着这个公众号给钱了 所以为了工作 你还不能取关 他骂你的东西 你还得看得下去 甚至还得仔细分析和评论 这种感觉就太折磨人了 1755年 福尔泰移居到瑞士的 日内瓦共和国 这是卢梭的出生地 也被卢梭看成是 小国民主的典范国家 可以说这是他心目中的圣地 然而 福尔泰偏偏偏对在这个地方 大肆宣传戏剧 甚至还要建造剧院 而卢梭之前 在《论科学与艺术》里说过 他觉得艺术会摧毁道德 所以福尔泰宣扬的戏剧 会毁掉日内瓦的精神 因此他写了篇文章 试图阻止福尔泰 但福尔泰根本不理他 他觉得科学与艺术 都是开启明智的工具 因此他坚持要造个剧院 给卢梭开开眼 这彻底激怒了卢梭 后来卢梭写的那封信 我恨你 就是这种愤怒情绪的直观反应 在信中卢梭写道 先生 我一点都不喜欢您 我曾是您的门徒 又是您热烈的拥护者 您却给我造成了最痛心的苦难 日内瓦是我的出生地 他也收留了您 而您的报答 却是毁掉这座城市 再会了先生 我恨你 福尔泰看完信后 肯定觉得十分可笑 他说 让雅克看起来发疯了 真是可惜 我建议他好好泡个热水澡 再喝一碗清神汤 这次 卢梭也如愿成了福尔泰 最讨厌的人之一 在接下来几年不断的争吵中 双方的敌意越来越大 甚至直接开始了人身攻击 人脉广大的福尔泰四处打听 人肉出了 卢梭遗弃孩子的黑料 借此说他是个小人 败类和变态 卢梭也被骂起眼 找不住了 一咬牙一跺脚 直接写出了忏悔录 在书里 卢梭把自己做过的坏事 一股脑全抖出来了 正所谓自黑者 无人可黑 我把我的黑料都写尽了 看你还怎么骂我 忏悔录对于敏感的他来说 也许是一种极端的自我保护 但忏悔录并没有挽回卢梭的名誉 反而还暴露了很多 原来人们不知道的黑料 例如自己有暴露屁 偷别人的资金 内液还嫁回给别人等等 这让他的慈德问题 有了铁证 卢梭原本甚至还想公开发表忏悔录 但他在沙龙上 朗诵了几次忏悔录的段落之后 发现底下的观众都听傻了 纷纷用恶性的眼神盯着他 这目光也让他放弃了 在有生之年出版忏悔录的想法 前驴继穷的卢梭开始咒骂福尔泰 说他是一个忘恩负业的家伙 在人们给福尔泰树立雕像的时候 卢梭还寄去了几枚硬币 嘲讽福尔泰 暗示这座雕像就值这个价 二人就此彻底成了死对头 然而 这样的争吵 逐渐有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 随着两人吵架的声势越来越大 关注他们吵架的人也越来越多 跟现在新资媒体人 垂头部顶流 然后期待顶流 公开骂回来的目的一样 卢梭的名气 也借着福尔泰迅速扁打 他们共搞的百科宣说 因为他俩的吵架 变成了展示矛盾冲突 和关键交流的平台 有点类似咱们五四运动时期的新青年 沙龙和咖啡馆里 人们端着说 争论着他俩的八卦 也在争论这俩人 到底谁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谁才能代表人类的前途和未来 启蒙思想就这样 在他们人生的最后几年 逐渐呈现燎原之势 新的思想夹杂着 人们爱看的人生功绩和各种黑料 迅速扩散到了整个欧洲大陆 但是 当两人骂得足够久之后 户队逐渐成了他们生命中 不能没有的部分 争吵中的两人 也逐渐熟悉 相互理解 毕竟 两个人都是抨击旧思想的斗士 所以当瑞士政府 要烧毁卢索写的社会契约论时 福尔泰突然有了巨大的失落感 沉默几日之后 他竟然公开批判政府 说这是对一位思想家 最彻底的侮辱 福尔泰把卢索写的艾米尔 称为愚蠢奶妈保姆的胡言乱语 但当卢索因为这本书 受到迫害流落街头时 福尔泰立刻写信 说愿意保护他 欢迎他跟自己同居 显然 福尔泰不想失去这个 可以尽情伴随的对象 不得不说 能做到这点的福尔泰 就足以标柄史册了 也难怪后人会给他杜撰出 我不认同你的观点 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句名言 晚年的福尔泰回到巴黎时 受到了一场堪比 古罗马凯旋式的欢迎庆典 卢索的朋友讽刺了福尔泰几句 本来以为会让卢索高兴 没想到卢索却愤怒的说 这是他应得的荣耀 你怎么敢这样辱骂他 这种心态就像是 福尔泰只有我能骂 其他人谁都不能骂我的阿罗埃 1778年 仿佛是命运使然 这一对冤家在同一年去世 相隔只有一个月 之后在法国大革命时期 革命政府把两人的遗体 都安放在了巴黎的先贤词里 而且还面对面放一块 理由是二者都是 大革命思想的先驱者 得益于这种缺德的安排 如果量子他灵魂真的存在 估计这一对冤家 要吵到永世不得安宁了 福尔泰和卢索的争吵 虽然看着挺好玩的 但他们的这种公开争吵 如果再往前推个几百年 在欧洲的中世纪 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两个冤家的相互吵架 能引来大家的关注 本身就说明当时的社会风气 已经变得很多元了 人们的思想在新的生产力下 更加具有活力了 这种观点的大明大放 又反过来促进了 启蒙时代明智的开启 此外 虽然这两人的方法论截然不同 但目的都是为了把人类 从宗教云位和强权奴役的 枷锁中解放出来 而这种思想的解放 就是革命的种子 欧洲后来的知识分子 将福尔泰和卢索 两人矛盾的观点加以融合 提取了福尔泰的理性精神 和反宗教的世俗化理念 又提取了卢索的平等共和主义思想 混在一起 就成了我们熟悉的大革命精神 就是基于自由 平等 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理念 但这俩人 如果看到了这个相当于 把他俩的思想 杂交又阉割的成果 估计不知道要气成什么样 然后又吵到天荒地了 18世纪末的欧洲大陆 正在不安的旁观着 美国的独立战争 北美洲的革命实践 对欧洲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美国的主要开创者 如富兰克林 杰斐逊 亚当斯这些人 都深受卢索和福尔泰的影响 他们都曾多次前往法国交流 在编撰美国宪法时 法国启蒙思想 也是最重要的参考 而美国人对这种启蒙思想的实践 又反过来刺激了 福尔泰卢索的母国 看到大洋彼岸的美国人 自己编撰宪法 搞共和制 把原本只存在于 纸面上的想法搞成真的 法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 一个国家的制度 居然真的能摒弃 所有旧制度的智库 从头开始人为设计 这简直是上帝才能做的事 美国人的成功说明 制度不是天然形成 不可更改的东西 统治合法性 也不是上帝授予的 军权神兽 就是个弥天大谎 一切都是可以推倒重来的 这种强烈的震撼 让法国人骚动了起来 旧制度在他们眼里 越来越不顺眼了 一些人开始蠢蠢欲动 想招毛话虎 把美国的经验搬到法国来 1787年 一群法国公职 组建了一个泛美协会 协会的宗旨 就是按照美国的制度 来设计新法国 后来在法国王室 原本为了维稳和加税 召开的三级会议上 协会的代表直接喊出 要给法国定制一部人权宣言 顺眼把会议的节奏带偏 并让全国知晓 显然 路易十六在要维稳加税的 全国会议上 还邀请所有协会团体参加 简直传到家了 人权宣言的定制 最后得到了实现 成了法国大革命 最著名的成果之一 其实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美国周边当时 既没有说得过去的外敌 其内部也没有 传统保守的封建王权 相比其他国家革命 前夕的内忧外患 美国的革命 太过天然和纯粹 对旧大陆的国家来说 其实参考价值是比较有限的 一个从零开始诞生的 现代国家的经验 被生搬硬套的社会结构复杂 文化背景迥异的国家 最后的结果就是水土不服 差点把整个国家给亡没了 后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 混乱和反复无常 就是初期生搬硬套造成的 法国一直在君主制和共和国之间 左右横跳了近百年 人民也饱受战火摧残 不过大革命前的法国人 肯定不会想这么多 他们美国人 用我们的思想建立了新的世界 而我们法国 作为这种思想的诞生地 却怕这怕那 这说得过去吗 于是路易十六 最后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据说路易十六被关押的时候 含哀叹道 是罗梭和福尔泰毁灭了法国 但他就没想过 自己为了坑英国 支援美国独立的行为 实际上 也是在把自己往断头台上送 美国越成功 就证明启蒙思想越正确 法国人也就越想去实践他 搞革命推方王权 他自己的命也就越来越短 不得不说 这种牺牲自我的父爱 实在令人感动 启蒙时代 各种相互独立的思想不断出现 多得让人不知道到底该信哪个 但最后得以实践的 其实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这其中有革命政治家的刻意洋气 也有社会本身对思想的筛选和淘汰 就像先请百家争鸣最后儒家胜出一样 启蒙时代的各种哲学思想 在封建制度崩溃 资本主义兴起的乱世里 经历了一场残酷的自然选择 能写进我们教科书的 只有最终的胜利者 而这些取得胜利流传至今的思想 又会成为下一个时代的教条和束缚 等待更新思想对其发起的冲击 这种循环往复 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那么现在哪些启蒙时代的思想 成为了教条 即将被历史的潮流埋葬呢 现代化的起源过程 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从17世纪到19世纪 在殖民探索上后发的英国 原本干不过西班牙荷兰这些强国 军事和科技上也一度落后于周边国家 但依靠精准的把财富投资于工业 英国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 并成为启蒙运动的策源地 所以法国的福尔泰才要去英国取经 新思想和工业的融合 催生了全新的政治体制 更高级的经济模式 以及发达的文化艺术 这最终形成了现代社会这种新的文明形态 这个事实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是曾经落后的 未必就不能引领当前的发展 二是思想的大变革 要依靠科技革命的成果来进行 现在人工智能 新能源和生物技术 这些具有颠覆性的科技 是否也将催生出新的社会规范 进而产生新的思想 大胆设想一下 我们经常吐槽当今社会是金钱社会 抨击人们工作的意义就只有赚钱 可是当一切工作 都由执行程序的机器来做了之后 一种可能是出现中产者 人类灭绝 而另一种可能就是物质 极大富足的共产主义社会 劳动不再是为了生存 而是完成自己赋予自己的生活意义 那么那时的人们 可能会羡慕 现在生活在金钱社会里的我们 因为这个时代 所有人都可以轻而易举的 获得劳动的意义 那就是赚钱 到了那个时代 劳动的意义 或者说努力生活的意义 将成为人们最奢侈的东西 而什么样的人 又会成为那种时代的引领者 我也想象不来 但以为解决物质问题 就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 肯定不合那个时宜 好了 今后 我还会继续回顾 全世界现代化的功过是非 看看现代社会这本启示录 究竟是如何写成的 以及我们个人 到底应该如何应对 这个巨变的时代 同时也试着看清 未来的道路会被我们走成什么样子 人使用暴力截断了树枝与活树的有机联系 树枝也就脱离了与林木这种私有财产的天然联系 这是林木盗窃 是一种明显的侵害树木所有者的行为 而农民检食枯树枝的情况则恰好相反 树枝是从树上自然掉落的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从财产脱离 这是23岁的卡尔马克斯作为莱茵报的主编 在他的报纸上发表的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部分内容 1841年 普鲁市的莱茵省通过了一项法案 未经土地和林木所有者允许 而私自检是林场枯枝 将与私自砍伐私有树木一样 被定为盗窃罪 19世纪上半叶 连年的战争破坏了欧洲的农业经济 出现大面积饥荒 粮价以及建设用的木材价格飙升 这就导致日尔曼土地上的贵族发现 圈地圈林生产粮食林木利润非常丰厚 于是就用武力掠夺 或者向负债累累的农民低价收购的方式 赶走土地以及林场的居民 导致破产的流民越来越多 他们没钱买生活燃料 只能到贵族的林场获取木材 而贵族圈地导致这样的流民太多了 大规模的涌进林场牧场获取资源 必然会损害贵族发财的原材料 为了阻止穷人进入这些私人领地 这项林木盗窃法诞生了 但是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 本来就因群困潦倒 只能去山林中检视枯木渡日 结果现在山林城四人的了 检个木头都会成为罪人 这无疑将大多数贫穷的人 逼上更绝的绝路 没有燃料在德国意味着什么 要知道德国和西伯利亚在同一维度上 现在的德国每年暖息 可是要开六个多月的 于是就有了马克思在其主编报纸上的抨击 矛头直指当时普鲁士 完全对地主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无限保护 欧洲封建君王为什么要保护贵族呢 因为这些贵族领主能在地方发展武装力量 依赖君王需要贵族保护自己的王国 不受外国侵略 这个可以类比周朝分封的诸侯 二来贵族可以分化控制自己的奴隶和领地上的流民 大大小小的领主可以截断底层人民的组织能力 防止人民暴动 所以国王所制定的所有法律 都竭尽所能的保护贵族的财产不受侵犯 这种法律与我们现在的法律有根本性的区别 现在的法律核心逻辑是汇集保护多数人民 而那时的法律仅仅是为了在暴力统治下维护权力 所以社会契约论中也说 所谓专制君主能够为臣民保太平 那监狱中的生活同样很太平 难道这能够证明监狱也很不错吗 马克思在这篇辩论中还用了孟德斯鳩的这句话 有两种腐败现象 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 另一种是法律本身是人民腐败 然而马克思估计也没有想到 这篇文章成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从世界思想发展的视角来看 这件事是马克思主义中对经济 对资本以及对私有之认识的开端 是世界思想发展的里程碑 是无数无闪积极劳苦大众的一件大幸事 但是对马克思本人的个人生活角度来讲 这件事却是他的巨大不幸 这个辩论文章的发表 是他后半生颠沛穷困艰难生活的开始 从此过上了流亡的生活 本来我是要讲红军中不同路线的对抗的 但是不同的路线是从何处产生的 无数人一直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世界 究竟是什么样呢 想弄明白这些 必然要从思想的最源头开始学习 但是逐渐发现 这可真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学会的东西 所以我就想那就先看看 马克思作为一个人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 据此以后再慢慢理解共产主义吧 卡尔马克思的原生家庭还不错 父亲海英里希马克思是当地的律师 属于中产阶级的上流 而马克思的祖上是犹太学者 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从家族传承下来的财富 知识与智慧 让卡尔马克思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 和一个成功且不及的青年 说实话 从后来马克思的类似共产党宣言等各种著作当中 我确实还没有看懂人类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具体是什么样的 但是在看到马克思早年的生活劳动与个人追求之后 我似乎又能理解一些马克思想要为之奋斗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马克思传中是这样描写童年马克思的 卡尔马克思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 家庭宽裕 卡尔的精力充沛 头脑灵活 他的想象力层出不穷 很会创造游戏 有时候他顽略的像个小暴君 把姐妹们当作驾车的马驱赶他们飞跑 还有类似的很多个作剧 但卡尔有着让他们臣服于自己的本领 他那小脑袋里装满了故事 当一番淘气举动过后 他会在一群孩子中间讲述美妙的童话故事 让他们沉醉其中 成长过程中的卡尔也是不折不扣的别人家的孩子 机灵的卡尔在学业上当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大多学科成绩优异 也就物理中等 他17岁中学毕业时获得校方的评价是 天资过人 要发挥自己的才能 误付中望 但卡尔马克思此时的志向却是成为一个诗人 接下来 马克思看似还在按照既定的人生轨迹前行 在律师父亲的指引下到博恩大学学习法律 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修很多课程 并阅读大量哲学方面的书籍 自己也会长时间闭幕冥想书中的内容 体验思考的乐趣 这些书籍与他的专业毫无关系 随后在父亲的安排下 又来到学风更加严谨的柏林大学学习法律 继续朝着父亲安排好的人生道路稳步迈进 凭借自己的天赋 1841年 也就是马克思23岁的时候就拿下了博士学位 同年大学毕业的马克思来到莱茵报工作 很快就凭借渊博的知识和初衷的文笔 成为报社的主编 也许在身边人眼里 家境优渥学识过人的马克思 是一个稳重且成功的知识精英 美好的前景和优越的生活 正在大踏步的向他走来 但在莱茵报工作不久 马克思就在莱茵报上写下了视频开头所说的 关于灵幕盗窃法的辩论 勇敢的为劳苦百姓发出声音 从此生活发生了巨变 其实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在他原来光鲜亮丽的生活背后 另一条世界线在他中学时期就慢慢显现 逐渐将他从一般的成功人士变成世界的伟人 成功人士当然大多有美好富足的生活 但能留在世界历史上的伟人 又有几个是生活安逸的 虽然马克思早年的生活是安稳惬意的 但他所处的时代与地点却不是 19世纪的欧洲正是资产阶级革命风暴的中心 卡尔马克思出生的时候 拿破仑战争才刚刚结束三年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通过拿破仑战争以及拿破仑法典 已经将欧洲洗刷了一遍 但是开启全欧洲的名制并不是拿破仑的本意 拿破仑战争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 是表现出来的侵略本性 从结果上看 拿破仑战争当然有其传播启蒙思想的作用 但是有你这么传播的吗 况且拿破仑本人还称帝了 所以在联合剿灭拿破仑的暴政之后 欧洲各国包括马克思所在的普鲁士又恢复了封建地质 但是封建君主接下来的统治又是什么样的 封建贵族再次圈地进行财富积累 将人民从土地上赶走 有较强劳动能力的会成为农奴 不仅无常的为地主服劳业 还要自备牲畜和农具 他们的财产被任意剥夺 完全没有人生自由 昼夜不停的劳作 个人也被禁锢在地主的田庄里不许迁移 稍有反抗就会被贵族武装除掉 因为人生自由被彻底限制 导致他们也没法组织在一起形成力量 而且奴隶世袭制 奴隶的后代永远是奴隶 所以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 人民又开始回问那是法国革命传来的思想 也许在这之前 人民以为供养王室贵族教宗是天经地义的 因为那是神指定的人 但是经历了外来思想的洗礼之后 人民便会开始思考 从来如此便对吗 同时新思想也让普鲁士亡国内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 他们都是通过战争中倒卖各种物资起家的 战后他们也想利用资本建立工厂发展工业 但是盖厂房用的地 以及工厂需要的劳动力都在封建领主手中 封建君主和贵族不愿意拿出来 那就得迫使他们愿意 资产阶级的武器就是法国启蒙思想 他们说统治者最初就是通过武力获取权利的 但是武力并不会在日后一直维持他们的权利 那么统治者就会将他们的权利变成道德 变成法律 变成信仰 形成制度 限制人民的自由 剥夺他们的财产 让社会和人民在这套制度下自动运转 保证他们的统治权 再用权利获得利益 也许罗马时代的奴隶出卖自己的自由 还能换来奴隶主的供养 而封建国王剥夺了臣民的自由 反而还得让臣民供养 这是什么道理 于是在等级森严 贵族专权的封建君主制的普鲁士 资产阶级自由派开始尝试领导革命 而此时底层的奴隶也已经具备了求变的思想基础 这就是整个普鲁士处于聚变的边缘 以上就是出生1818年的卡尔马克思身处的时代大背景 而且更为特殊的是 马克思的故乡 他童年和少年所生活的莱茵省 在18世纪末 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刚刚开始不久 就被并入法国 本地居民也感受到了大革命的成果 没有封建等级制 捐税义务被废 政治上人人平等 结果当拿破仑政府被欧洲封建王权势力剿灭之后 这个莱茵省再次被普鲁士国王统治 之前的公民待遇也被剥夺 虽然法国大革命的火焰看似在现实中被掐灭了 但在莱茵省人民的心中 这火焰又能否熄灭得了呢 这些思想当然影响了 还能建立世界观的马克思 童年是作为孩子王的马克思 会经常被叫去不远处的贵族家庭 威斯特法轮家玩 他未来的岳父路德威西逢威斯特法轮 那时就发现了马克思思想活跃 这个路德威西虽然身处贵族家庭 但这个小贵族不是封建阶级的既得利益者 相反 他们祖上一直是改革派的先驱 而且路德威西正知谦和慈爱 也对启蒙思想深有感触 在马克思中学的时候 路德威西就给马克思和马克思未来的妻子 燕妮讲了很多启蒙思想的故事 也透露出普鲁士国王的专制统治 对他们身处的莱茵省进行了思想和自由的打压 同时还有意带孩子们经过简陋拥挤的穷人区 让平日里衣食无忧的孩子们了解真实的社会 在孩子们疑惑 为什么人与人的生活有这么大差距时 路德威西也无法回答 但给马克思介绍了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大师圣西门 可能答案需要从这里探索 马克思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思考 与他本身所处的阶级也有很大的关系 马克思的家庭是律师 类似律师教师等等职业 属于王权贵族的附属阶级 这个阶级的特点 高情商的说是服务全社会 低情商的说就是服务当权者 王权掌权他们就服务王室 资产阶级掌权就服务资产阶级 革命势力得势以后 依然可以获得这个阶级的支持 也因此 马克思的立场和思考 从未受到王权统治那一套理论的支配 而马克思在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背景下 有幸从小就看到了社会所有阶级的状态 其家庭的物质条件也让他不必为生计烦扰 而律师家庭也可以让他从法律以及价值观的角度 去思考利益权利自由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马克思17岁中学毕业之际 他写了一篇名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德语作文 认为择业的目标应该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为什么他的职业追求不是财富与安逸 人总得给自己的生命寻找目标和意义 至于人会给自己的人生富裕什么意义 这要看后天环境的影响 可以想象相对富足的生活应该让青年的马克思 无需为柴米油盐发愁 他律师家庭的出身又为他带来了对价值 对正义对朴素的追求 而他本身就爱思考 同时对各种社会矛盾以及思想的对抗 从小就在关注 那时的社会 大多数人们工作是为了生存 部分统治阶级是为了物质享受 但是无论是最基本的生存 还是物质的享受 都不能带来持续的幸福感 而真正的幸福 在启蒙思想当中 来自自我价值的实现 要实现自己对人类的最大价值 就得努力追求自身的完美 这就是17岁时的马克思给自己的答案 马克思后来也确实用毕生的艰苦奋斗 遵循了自己少年时代的诺言 马克思在波恩大学 经历了一段非常自由的时光 算是他对启蒙思想的自我实践 可是这个实践最初好像有点跑偏了 此时风华正茂的马克思非常帅气 而波恩大学也是莱茵省 这个各种思想对抗之地的文化中心 盛行自由主义风气 卡尔马克思在这所大学里 饮酒 狂欢 极平政治 漫谈国事 同时还根据自己的兴趣 选修了希腊神话 河马史诗 近代艺术等和他的职业完全无关的课程 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习 不顾一切的钻研各门学问 昼夜不停地陶醉在树海里 直到把自己累得病倒 休了几个月价才还不来 同时马克思也不是一个 循规蹈居的书呆子 他与同学的交往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交牛X证 与伙伴们学习基建 骑马 参加了诗歌创作小组 不停地在众人面前大声地 有激情地朗诵他的诗篇 完后就与这些伙伴喝到烂醉 甚至有一次因为酒后 在学校半夜喧哗被关禁闭 马克思也被记上了一次伪记 也正是这些原因 卡尔的父亲看不下去了 才把他从波恩大学救了出来 送去了保守的柏林大学 那里没有那么多干扰 学习的自由主义风气 马克思当然不喜欢 那个处于普鲁士王权中心的柏林 但是想到柏林大学的藏书 异常丰富 所以还是遵从了父亲 在柏林期间 他博览群书 还曾尝试实现自己 当诗人作家的梦想 但是据说因为他写的诗歌 剧本小说打动不了自己 于是就果断放弃了 开始继续钻研 他自己同样感兴趣的哲学和历史 这才从跑偏的状态 回归到他未尽的事业 也正是这段时间的钻研 他发现了黑格尔 认识到物质之间存在着 统一的内在的联系 这种联系 在矛盾中 自我运动和发展 让马克思学会了 从动态的发展的眼光 看事物和问题 当然马克思也是一个 逻辑缜密的学者 对别人的结论 以及自己得出的结论 都会以无情的自我批判精神 去反复考察 这就让马克思能够 摒弃黑格尔思想当中的 唯心主义 留下事物的联系与发展观 建立了自己 唯物主义 无神论的基本世界观 所以 马克思虽然是所谓的犹太人 但他本人非常反感犹太教 也对犹太财阀利用高利贷 掠夺老口大众的行为 多次批评 这样高质量的思辩 也让马克思在学业上 所向披靡 只经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就直接拿到了博士学位 而且在大学期间 将自己的思考不断发表 攻击君主专制和言论限制 在自由思想的学者当中 有了一些知名度 在马克思大学毕业时 莱茵省的工商业 已经比较发达了 资产阶级已经开始 向王权提出自己的诉求 新兴阶级的诉求 当然也需要借助 媒体的力量来发声 于是 莱茵省的资产阶级 出钱创办了莱茵报 这样的媒体 当然吸引了马克思 从最开始的 给莱茵报大量投稿 直到变成这家报纸的主编 马克思严密的逻辑 渊博的学士 以及犀利的笔风 让莱茵报的订阅量大增 马克思本人也因此名声大噪 但是这一切 却因为马克思 对普鲁士政府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批判 而改变了 不久 莱茵报被查封 马克思本人也多次被捕 最后 只好离开普鲁士 去了法国巴黎 他日后不断被驱逐 被迫害的颠沛 苦难人生 也就此开始 但是 这也是马克思的思想 从显而上学的逻辑 哲学 转向分析 解决实际问题的 经济学的开始 现在你们可能要问我 为什么讲这么多 马克思早年的经历呢 马克思后面的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 才应该是重点 这是因为 在后面的著作里 描绘人民被资本压迫 被剥削剩余价值的理论 屏幕前的上班族 应该都有所体会 资本主义创造的 金钱之上 消费主义抹杀人性的故事 也一次一次 在我们身边上演 但是马克思口中 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 共产主义社会 又该是什么样子呢 马克思说 共产主义要实现的是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但是这感觉 还是没有说清楚 共产主义的生活 具体是啥样的呀 其实这只是一个 模糊的想法 马克思可能自己也无法想象 一个生产力充分发展 物质富足的 共产主义社会 是个什么样子 人们会如何具体 安排自己的衣食住行 会如何求学 会如何交流 会如何起居 会如何与爱人 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日 具体的事情 在他那个年代 确实无法预测 但是就马克思 青年时代的经历来看 家庭的相对因是 让他没有物质上的忧虑 那么他就在大学里 辛勤地学习 自己感兴趣的学问 在刻意发展自己的爱好 追求自己喜欢的姑娘 完成自己的学业之后 参加自己最感兴趣的工作 在舆论报纸上 毫无保留地 发表自己的思考成果 他人生的前半段 一直践行的 就是在物质富足的条件下 做自己的主人 自由地发展自己 并努力为自己 赋予自己的人生意义而奋斗 这是否可以类比 共产主义社会的定义 就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 人们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 道德水平极大提高的基础上 实行各境所能 按需分配原则的劳动者 有序自由联合的社会经济形态 也许正是因为 马克思亲眼见过 无数比他更年幼的同工 这些从出生起 就被无穷无尽地劳作支配 被压垮到连十字的机会 连思考的时间 连发出悲鸣的可能都没有的人 这才让他无比期盼 那个共产主义世界 一个人人都可以 像他青年时代一样 可以自由地追求个人的发展 在劳动中实现 个人价值和理想的世界 关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观点 是如何形成的 看似先进的资产阶级大革命 在马克思眼里 又将把世界带向何方 还有我们现在的社会 根据马克思的思考 又将如何演变 我们又该如何解决 现在的社会问题 等我再学习学习吧 为什么会有哲学 在之前的视频里讲过 我在学生时代 格外喜欢自然科学 因为我想了解万事万物的原理 认为既然世间的一切事物 都是由原子组成 那么一切事物的最根本运动原理 就都是物理 那么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包括对文化艺术的认知 应该都是基于充足的自然科学知识 去理解去看待 因为人的文化 性格 还有民族特径等等 同样都是自然环境决定的 所以学生时代的我 将语文政治英语等 脱离自然科学的人文学 和片面理解为思想灌输 但是经过这些年 对更多知识的接触 还是发现了新的问题 首先初步了解自然科学 尤其是生命科学之后 会发现基于基因突变 在被自然选择的演化原理 创造出了包括人在内的千万生命 和所有形状 据此得出的最直接结论就是 人的生命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生命与风雨雷电一样 都是在物理规律下产生的自然现象 可是这样的结果 又是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人 不能接受的 因为人的大脑 做什么事情都需要目的 这也是演化的结果 崇高的目的被叫做人生的意义 而且这个意义 会随着社会的发展 阅历和眼界的增长 以及自身所处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你小时候当警察抓小偷的梦想 与现在当部门经理的目标 肯定不一样了 科技的不断发展 带来了更高效的机器 更高效的机器又带来了 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 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 又催生了更新型的生产组织模式 从电农到劳工到工程师到程序员 更新的社会关系 又推动了人的意识认知的改变 显然自然科学 无法解决这种多边的意义问题 自然科学的研究机器是数学语言 也无法表达所有人的意识产生的东西 虽然意识确实是物质决定的 但我们可能通过计算脑内所有原子的运动 去预测出人的喜怒哀乐吗 能通过计算和统计 告诉我们该去建立什么人事目标吗 即使有一天真的有超弦计算机出现 算力超大 但是预测行为本身又会影响未来 单程地归 这个计算量就不是大小的问题了 而是完全无限的计算量 同时上帝是置头子的 在量子尺度上只能计算概率分布 而无法观测确切的运动 而意识很可能就是量子尺度上的物质运动 所以我认为 要研究社会学 要研究人的意识 还是需要用社会人文科学的观念 以及方法去研究 至少这是个简便算法吧 仅靠观测建立坐标系和运动公式的研究方式 还没发展到 或者说永远无法发展到 能直接研究人的意识的程度 其实包括用观察和测量数据计算世界的方法 也是从公元前诸多哲学家口中诞生的 因为哲学就是最早开始观察认识世界的学问 这就是哲学在当前和未来必然还存在的原因 所以 与我之前自以为是的认知世界的顺序相反 马克思是先从哲学的角度出发 掌握了多种认识世界的工具和基本方法 随后又基于普通民众生活问题 开始专注于经济方面 从先前的哲学理论中 博彩仲长创造出唯物辩证法 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 去探索人类社会通往未来的道路 上期主要说了凯尔马克思前半段的人生 是那种在法国大革命思潮影响下的富裕家庭中 自由宽松 没有生存压力 凭借兴趣与热情发展各种爱好 学习各种知识的人生 同时在马克思律师父亲 对制度和正义的追求影响下 马克思没有只顾追求个人解放 而忽视底层民众的苦难 在全欧洲巨变的背景下 他认真思考 设法解决人类社会的各种矛盾 于是在17岁就为自己的人生富裕了 追求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这一使命 马克思所活跃的时代 正是资产阶级在欧洲大陆上 击垮封建君主和宗教权威的时代 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进步人民 都在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奋斗呐喊 相较于封建王权教权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在人文主义 以及人性解放方面的贡献 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研究中 他肯定地打破宗教束缚 封建王权的资产阶级 启蒙思想的科学性 以及历史进步性 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 也很快为民众勾画了一幅 与王国主教笔下 完全不同的乌托邦图画 为了从理论上彻底终结 国王与教会的统治 资产阶级充分肯定了 人性中利己的一面 功利性 欲望是人的本性 每一个人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 这是将19世纪的普通人 从王权神权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基础 而根据亚当斯密 都去做最利己的选择 才能让社会更好的发展 为什么呢 因为生存需要物质 人需要用劳动去创造物质 但人的精力和能力有限 随着商品种类的增加 一个人是不可能掌握 所有生产技能的 那怎么办 于是亚当斯密就提出了 人类应该最大限度的分工 让每一个人 专精于一项劳动技能 生产特定的商品 或者从事特定的服务 长期从事一项劳动的人 会积累更丰富的经验 生产率会越来越高 简单的来说 就是每个劳动者 都会越来越专业 这样全人类就能 获得最大限度的商品 然后人们在理性 利己本能的驱使下 相互交换自己的产品 以满足社会 最大限度的需求 如此一来 需求供给交换 三个元素形成市场 当一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上涨 价格就会上升 生产这个商品的利润就会增大 这就会吸引更多 逐利的人进入这一市场 供给增大后 价格下跌利润减少 人们退出市场 这就是无形的守在控制市场 最终形成一个完全竞争市场 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而且这一市场 需要劳动力 物料的自由流动 所以启蒙思想当中 关于法律上人人平等 人身自由的观念 被资产阶级吹捧起来 这一市场经济理论 简单而致命 很快摧毁了 国王与教会 束缚剥削人民的理论根基 所以当亚当斯密的国奉论 在18世纪末出现之后 很多人都将其视为 历史的终结 在物质匮乏的时代 侍奉国王奉献教会式的 恒征暴敛 是民众难以承受的重担 可以说是天下苦 国王教会久矣 而资产阶级告诉民众 让那些蛮横的国王和屈伟的教师 都一边呆着吧 你们只需要考虑自己 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和负责 不出意外 国王封建领主和教会 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 人文和理性的呼声中 轰然倒塌 无形的手接过了皇冠和权杖 完全竞争市场仿佛触手可及的伊甸园 只需要人民释放天性 打破封建统治就好 然而事实又果真如资产阶级 设想的一样顺利吗 随着莱茵报因为马克思 犀利的针匾石壁而遭查封 马克思后半生里 辗转法国 比利市 普鲁士和英国 虽然总是因为言论问题 被形态各异的当权者驱逐和流放 但在自己好友恩格斯的资助下 日子还能过得去 在辗转颠配的过程中 马克思看到了工业化以及资产阶级革命 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发展 而且因为恩格斯工厂主家庭的身份 他也得以在英国直接渗入工厂里 走到工人中间 更具体的考察资本的运作 以及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 因此 马克思发现资本确实提升了劳动能力 改进了劳动方式 变革了社会关系 瓦解了封建体系 为人的解放创造了前提 但是这没有让马克思认为 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历史的终结 事物是运动的 会如资产阶级所许诺的达到完全竞争市场的状态吗 刚才简要的说了 亚当·斯密认为 资产阶级革命要创造的美好世界 有两个基本条件 就是人性是绝对利己的 同时人又是非常理性的 但是仔细琢磨一下 人性当中有理性吗 自然演化而来的人 面对多变的环境 首先被触发的是情绪机制 情绪能让人对环境变化产生快速反应 而理性的思考需要长时间大脑运转 平衡各种因素才能够实现 又慢又耗能 极度不适应实现环境 所以只有在情绪机制发挥作用之后 用自律压住人原始的动物性冲动 人的理性思考才能在时间的积淀下发挥作用 这就导致不同阶级的组织难度出现差异 一个地区的工厂主不但有相似的价值理性 且人数少 经济状况相近 团结组织在一起达成共识很容易 但数以万计的工人却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工人数量大 经济基础与人生追求大有不同 而且在首先产生的如恐惧 从众 舒适圈等多种情绪的作用下 很难跨越众多人群形成共识以及组成有效的组织 而马克思又敏锐地指出 机器的持续升级会不断摧毁原有的手工作坊 以及落后的工厂 进而导致工人的不断失业 而失业的工人不止对在港的工人形成了就业的竞争压力 也削弱了工人阶级内部能够形成共识的基础 要罢工就走人 想工作的多的是 这些问题共同导致了劳动力的定价权不可避免的大幅偏向资本家 本来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推演下 完全竞争市场是没有利润产生的 因为当工厂主赚钱的时候 利润的出现本来应该吸引更多的人成为工厂主 这样就不只是工厂选择工人 工人也有非常多的工厂可以选择 甚至可以选择自己成为工厂主 这样工人和工厂主就都有了相同的溢价能力 双方都获得与自己劳动对等的报酬 但事实又如何呢 抛开恶性竞争不谈 资本家的现金流 盖厂房的成本等等因素 都是进入壁垒 显然不是谁想开工厂都能开的 这样的壁垒造成的稀缺性 让资本家获得了劳动力的定价权 这样就可以把工人的报酬尽可能降低 降低到能维持工人继续工作就行 把本来在完全竞争市场里 会给工人的部分报酬拿走 剩余价值就出现了 这就是利润 利润又会变成新的资本 去获得更多利润 资本开始膨胀 财富不可避免的流向少数人 而在这个过程中 资本已经悄无声息的改造了所有人 我们平时听过的企业家的故事里 创业的人们大多经历了一个过程 开始都是认为自己能和几个小伙伴 做出伟大的事业 能一起改变世界 能一起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这本来是热血伙伴追逐兴趣 追逐梦想的浪漫旅程 但是当拿到投资 由股东入住 公司稳定复制商业模式 且越来越大之后 公司最初的创业者们 早已不知不觉的失去了那时候的浪漫 他们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股价 关注财报 关注舆论评价 关注自己公司的负债率和现金流 把不合岗位要求的伙伴挤出角色层 核心的业务早已交给最熟练 最高效的员工们 在固定的流程下机械运作 他们确实赚了很多钱 自身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但是要问这些成熟的企业家 记忆里最美好的时段 没人会觉得是现在成熟而身不由己的自己吧 因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当中 企业之间存在竞争 以简单的工厂主机器工人三个实体要素来讲 工厂之间存在竞争 当工人的生产能力已经被用到极限 要在竞争中获胜就得升级生产机器 而生产机器需要钱 这个钱从哪来 只能降低工人收入产生剩余价值 也就是公司利润 用利润去升级机器 其他工厂的同样的竞争压力下也需要利润 如果你对榨取剩余价值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产品就容易在竞争对手的优势下失去竞争力 进而亏损倒闭 以至于自己也变成工人 只有最冷酷最高效最去人性化 最能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厂 才有在下一轮生存竞争中存坏下去的资格 这就是资本无限膨胀的核心原动力 而另一个原动力 也有人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下产生的贪欲与盘比心态 这也是资本家会不由自主的展开竞争的基础 志趣梦想改变世界 服务社会青史留名 这些是人喜欢关注的事情 而财报 股价 资产负债率 现金流是资本关注的东西 资本是人类创造的没有意识的东西 但它却利用人的生存本能 人的竞争与盘比心 将人扭曲成为去人性的机器 这就是资本对人的异化 资本将有志向 有丰富感情的创业者 变成了只在乎资本收益率的职业经理人 其次将重视家庭 安心生活的普通牢笼者 异化为生产商品的专业工具 至于给工具的报酬 他们没有溢价能力 人是喜欢尝试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劳动 不同的生活方式 获取不同的知识的 但是在底层思维是资本积累的世界里 人们都会掩盖掉儿时富有的好奇心 与求知欲 走向所谓的成熟 去做最赚钱的事情 也就是选择学习最热门的知识 从事自己能获得的最赚钱的工作 即使温饱问题已经完全不是问题 但在资本的社会里 你还需要穿着体面 去迎合大众迎合资本的审美 去买名牌奢侈品体现自己的地位 去开豪车 住远大于自己需要的大房子 来体现自己的赚钱能力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 人是资本的工具 你需要尽可能的迎合这样的社会审美 赚最多的钱 能产生最多剩余价值的工具 人会具备稀缺性 这样才会被这个世界褒奖 获得部分溢价能力 否则你便在这个资本的社会里 没有价值 陷入深深的自我焦虑 所以现在人即使是出去旅游放松 又有多少人可以全身心的清静自然 拍照发朋友圈标榜自己 有爱好 有兴趣 有好奇心 畅所欲言的人 都会在这样的社会里 被认为是不够专注高效 是没有长大的 不成熟的人 仿佛长大的成熟的人 唯一的爱好就只能是赚钱 确实人专精于一个领域 会逐渐在单位时间里 创造最大的产出 但是专精于一个领域 又剥夺了人体验世界的自由 失去的是幸福感 费尽产出的商品 很多又是为了满足 其他人体现自己是性能 优越工具的需求 资本就是这样为自己创造了 生产和需求的闭环 试想一下 如果人的目的不再是积累财富 那将有多少商品 是不再被需要的 资本创造了产能 也创造了需求 保持自己的持续运转 从而无节制的膨胀 商品和金钱 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唯一真神 马克思在200年前 就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决定商品价值这一定理 推演出商品败物教这一概念 从而一圆了当今世界 物欲横流金钱之上的 资本主义最鼎盛状态 有人会说 就算资本将人异化 但是其分配方式 可以让社会高效发展 创造的需求 也催生了社会的进步 这会一直推动社会前进 否则社会就停止不前了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在完成对人工具化的异化之后 又一个资本主义的 巨大矛盾产生了 就是在生产的时候 工人仅作为工具 要极力压力 这一工具的使用成本 也就是将工资 降到最低值 但是在面对资本生产 出来的商品时 工人又从工具 变成了消费者 需要他们作为人 消费生产的商品 这就出问题了 社会总财富 等于所有商品价值的总和 可是因为利润的存在 财富流向少数人 而富裕的少数人 并没有消费需求 他们过再奢侈的生活 也替代不了 广大劳动者的需求 被他们异化剥削的 劳苦大众 没钱买生产的 那么多东西 这个市场因为 严重的贫富分化 分配失衡 工厂生产的商品 滞销利润减小 直到亏损 而资本控制的工厂 在这种时候 反而开始裁撤工人 这就造成了 消费者的进一步贫穷 于是资本世界的 经济危机就来了 在这里 人类所处的客观环境 没有任何恶化 完全是工厂的 私有制度造成的恶果 是生产社会化 而商品私人化 导致的必然结果 此时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 有需求也有生产力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 领导下 生产力无法分配到 人们的需求之上 而资本是逐利的 宁可销毁商品 也不无偿分配 于是就出现了 那时宁可把生产的 牛奶食品倒进河里 也不给饥饿的失业者 因为无偿分配 会使人民囤积商品 这就会导致 后面的产能 更无法被销售 这种后来爆发过 多次的经济危机 都是贫富分化问题的变种 在资本主义 还是社会底层 运行逻辑的时候 未来这样的事情 好像会不断上演 资本就这样扩张 自毁再扩张 马克思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 就用他的辩证 唯物思想 预测到了经济危机 资本这个东西 虽然是人创造的虚拟事物 但当它充分发展 并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 究竟是人在利用资本 获取幸福 还是资本在控制人 成为他疯狂扩张的工具 最近和党校的朋友 探讨资本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资本就像一列火车 供人们的时间 与自由式火车 要燃烧的燃料 资本家是将燃料 是一个失心疯的咆哮怪兽 一直在消耗燃料 永无直径的前进 除非燃料耗尽 这列火车永远不会停下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人工智能出现 生产力提高了 普通人民感受到的 却是恐惧 因为在当今社会里 我们已经习惯性地 将自己视为资本的工具 而非社会的主体 某个岗位用人的话 报酬要维持人的生存 和继续生产的能力 还要考虑他的办公环境 而人工智能是大工厂量产的 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 就能买回来一个 人工智能的机器 只需要充电 就可以不吃不睡 连续每天24小时 工作至少10年 那么只追求利润的资本 会选择哪一个 但是从人类的角度来讲 社会效益增加了 便意味着 人类的幸福感增加了吗 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 就是作为工具的人类 被真正的工具取代 作为人的公司管理者 同样是工具 那个给火车产煤的工具 也同样会被取代 大量的人 从无产阶级变成无用阶级 极端的例子 世界上可以只剩下两家公司 A公司生产机器人 B公司采矿 A公司把生产出来的机器人 卖给采矿工资B 然后B公司把机器人 采出来的矿产又卖给A公司 A公司用这些矿产资源 再生产更多的机器人 再卖给B公司去采更多的矿 如此往复 这两家公司组成了经济体 是可以一直运行下去的 资本也一直在扩张 而且这样的工赏 可以完全不需要人 因为原来的人类资本家 将资本的逻辑 也就是无休止的 最大限度的实现 价值的增值 也写进了AI的算法 这两个人工智能操纵的公司 就在资本扩张的算法之上运行 最后将包括管理者在内的人类 全部取代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的终极形态 那么这样的未来 是不是不可避免了 人类是不是要被资本 这列咆哮的火车带向毁灭 其实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 就在于最强大的生产机器 归资本家所有 或者说归资本所有 包括未来无用阶级的概念 都是这种所有制造成的 所以这并不是技术的问题 而是所有制背后的制度问题 如果这些强大的生产资料 归全体人民所有 再强大的人工智能 都只会服务于人 别忘了 马克思同样一元了 社会主义世界 会取代资本主义世界 而后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 你们认为这不可能吗 认为人性贪婪 所以人类会永远在 私有制的基础上走下去 其实变革已经有迹象了 就在我们身边 现在的躺平青年 自由职业 何尝不是对资本的对抗 而这些人何尝不是 科技发展生产力的发展 催生出来的群体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 资本运作世界的可怕未来 加入了对资本的声讨 而马克思给共产党人的使命 就是首先在 以人为本的原则下控制资本 发挥资本的优势 快速发展生产力的同时 又不至于让资本失控 当生产力极大提升之后 消灭资本 消灭私有制 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至于这个生产力要极大 提升到什么程度 是简单的物质无限富足吗 这个我还得继续学习 等我学明白问清楚了 就继续做视频来讲